今天要介绍一下Auricode的无线播放实验室的单元 透过这些积木程式语言来控制画面中角色的动作 在这单元主要学会指令、事件、键盘控制与重复 让人物动作反应就要使用这些小方块 每个小方块都是个指令 要使用这些积木就是要从程式积木区拖拉至工作区 确保每个方块都与其他方块相连 但方块缓慢靠近时会出现黄色三角凸起 这时才可以顺利结合 方块右方的倒三角形表示它是一个下拉式选单 我们点选可以选择不同的参数环境 可以换角色、换方向、换移动的距离 完成后按下执行键 人物就可以照指令动作 稍微补充一下 这边的移动单位是像素 像素是电脑萤幕上的小格子点 以这个整个画布大小来说 它总共是400×400像素 在无限播放实验室这单元 总共有10个关卡 第一关我们就学会移动 第二关可以让角色说话 第三关我们可以用键盘 控制它移动的一个方向 第四关则是事件的称策 当我们遇到不同角色 我们就要做出一些反应 第六关还可以发射火箭 在第八关则要介绍程式里面很重要的概念 就叫重复 用重复呢 我们可以减少很多指令的使用 第九关则是重复与控制的组合 最后一关就是自由创作 在学程式除了学会语法逻辑外 最重要精神就是勇敢尝试 别担心犯错 反正操作错误电脑不会生气 也不会坏掉 我们只需要再试一次 就可以重新开始 鼓励大家勇敢的踏出第一步